当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 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流行的Vlog 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叫做B肉 B肉到底是一种什么肉 它好不好吃呢 如何拍摄更高质量的B肉 然后用这些B肉来提升自己的视频质量 大家好我是胡子盖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B肉 B肉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 跟它对立的是A肉或者是primary footage 那A肉是什么呢 A肉就是主要镜头 它是一条视频的主线 那如果缺少了这些镜头 我们整个视频的信息表达就不够完整 那B肉相对A肉它是一些次要的镜头 是一些辅助性的镜头 就拿我们的剪辑上来说吧 B肉它是叠在A肉上面 叠在我们主要镜头上面的一层 比如说今天天气很好 那在表达这个观点的时候 我可以加上一些表达天气很好的 这样的辅助镜头 来帮助观众更直接的了解天气如何的好 但是我如果取掉这些镜头 它也不会影响整个视频的完整性 那这样的镜头就是我们的B肉 那在拍摄视频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多用B肉呢 因为视频它是一种视觉上的表达 如果一条视频拿掉了B肉 我们有点像感觉是在听一个电台的广播一样 无非是把文字变成了声音 缺少了生动的画面和情绪上的感染 所以呢在视频里边我建议大家多用一些B肉 那第二个关于B肉的好处呢 就是我们知道啊 多用B肉可以帮助像我这样 不是特别专业的up主 在我们剪辑的时候 隐藏掉我们的一些剪辑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我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最近佩戴的一款OPPO ENCO Q1无线降噪蓝牙耳机 那在介绍这个耳机的时候呢 大家来看一看我会犯什么样的错误 或者是说你会从视频里边看到什么东西 那在外观方面呢 这个耳机呢 它首先是我们看到啊 它采取了一种轻浮的这样项圈式的设计 另外呢 它用了这种动态的硅胶RC 所以呢 佩戴的感觉呢 是非常舒服的 并且呢 它很适合长时间的佩戴 就算小朋友柔软肌肤 也不会有问题 那在性能方面呢 这款耳机采取了ANC的双重降噪技术 前馈式和反馈式的双麦克风 兼听噪声呢 能够帮你在降噪的时候 获得更大的宽度和深度 那得益于优秀的能耗设计呢 这款耳机它最长的待机时间 可以长达15个小时 并且是在降噪开启的情况下 那大家看出问题在哪里了吗 由于我是一个非专业的UP主 因此呢我很难就是连着一口气 把这样一大段介绍台词给说完 所以呢在剪辑的时候呢 在后期大家看到的时候 这段视频呢 就会产生这种跳跃的感觉 这样的观感呢 是非常不好的 也让观众觉得你是一个很不专业的视频UP主 那接下来呢 我们换一种方法来看一下 加上了B-roll的剪辑会是怎么样的 那在外观方面呢 这个耳机呢 它首先是我们看到 它采取了一种轻敷的这样相圈式的设计 另外呢 它用了这种动态的硅胶RC 所以呢 佩戴的感觉呢 是非常舒服的 并且呢 它很适合长时间的佩戴 就算小朋友柔软肌肤 也不会有问题 那在性能方面呢 这款耳机采取了ANC的双重降噪技术 潜馈式和反馈式的双麦克风 监听噪声呢 能够帮你在降噪的时候 获得更大的宽度和深度 那得益于优秀的能耗设计呢 这款耳机它最长的待机时间 可以长达15个小时 并且是在降噪开启的情况下 怎么样 同样的一段内容 那加上了B-roll以后的这段视频的流畅度呢 是不是就好多了 在专业性上呢 也上了一个台阶 所以呢 既然我们了解了B-roll的重要性 那我们下面就来讲一讲 如何能够提升自己的视频质量 如何提升自己的B-roll水平 在这里啊 我给出几点建议 第一点呢 就是我们要留意光线 光线呢 用于表现一个物体也好 一个人物也好 用于表现他们的质感 这里风又有点大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清楚啊 我尽量后期做一些处理 那光线呢 指的既是自然光 同时也是可以是人造光源 在使用的过程中呢 我们有几点禁忌 那第一点禁忌呢 就是我们尽量切记在使用自然光的时候 在中午12点的时候进行拍摄 因为这个时候呢 太阳的位置最高 在我们的头顶上 因此这个时候拍摄的时候呢 不论是物体还是人物也好 都会留下一个非常重的阴影 非常的难看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我们在运用一些非自然光源 也就是人造光的时候呢 特别是用一些染色灯 我之前举过例子 那我们要注意这个染色灯控制它的颜色 不要用一些奇怪的颜色 染到不适合的物体上 所以呢 这是关于光线的一点建议 那像现在呢 就是我们利用了一个太阳落山时候的逆光 这个时候呢 光线非常的柔和 并且呢 逆光可以勾勒出人物的这个轮廓和线条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可以尽量尝试一些不同的角度 那不同的角度呢 可以带来不同的暗示 比如说我们在仰拍的时候 往往主体显得比较的高大 威武 这是一个标准的hero shot 就是英雄镜头 那我们当在俯拍的时候呢 往往显得这个人物或这个物体非常的孤独 而我们在做一些开箱或者是一些美食类的拍摄的时候呢 我们又习惯用一些垂直的拍摄 这样呢 可以更完整的展现你要表现的物体 并且呢 它没有任何的变形 那第三点呢 我们可以在拍摄的时候 多用像滑轨啊 像稳定器啊 甚至像摇臂这样的道具 那这样呢 可以让你的视频既动起来 又保证视频的稳定性 那在使用这些道具的时候呢 它既增加了画面的趣味性 同时呢 它也有助于引导你的观众 了解你要表达的内容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道具呢 也不用慌 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呢 大概率啊 你的相机拥有60p这样的慢动作 因此呢 你可以手持拍摄 然后后期的时候呢 再把它速度放慢 或者呢 你还可以拍摄一些静态的照片 然后后期呢 再通过移动这个画面 关键针的方式让你的画面变得动起来 并且很平稳 这就是非常廉价便宜的方式来拍摄更高质量的B-Roll 最后呢 B-Roll它不光是一个单独的镜头 那同时呢 好的B-Roll它也可以是一个序列 一个序列呢 就是多个镜头的组合 它比单一的镜头更能抓住观众 但是呢 在拍摄前要有一个分镜头的计划 就是在你的拍摄之前呢 你要规划一下你要拍摄哪些镜头 以及后期呢 它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组合在一起 这样呢 会大大减轻你后期剪辑石头的压力 关于B-Roll呢 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以上的内容呢 虽然不是特别全面 但是呢 是我总结出来一些 关于可以简单提升自己B-Roll质量的技巧 希望大家能够在下次视频拍摄的时候用起来 花最少时间学最多的知识 我是胡子盖 我们下次再见 我现在就要戴上耳机 开始剪辑我的这条视频了 各位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